先来关注国内的疫情消息 全国今天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比昨天稍微回升 达到5071宗 至今累计总共248万1339宗确诊病例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傍晚发文告指出 今天新增超过5000宗的病例当中 有4950人属于病情比较轻微的第一和第二级病患 占97.6% 目前还有557人在加护病房 300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另外今天新增5个感染群 好消息是 今天一共有5372名新冠患者痊愈出院